黄山变成了金疙瘩 年产值2000多万元 河北的饮源祥有啥妙招 香猪跟鸡搭伴净果园 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科技院马上为您揭晓 欢迎来到由政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让我们共同感受农业科技的魅力 河北省零售县的尹元祥 在当地承包了600亩的荒山 种上了桃子 苹果 柿子等等各种果树 这片杂果林产生的效益 一年可以达到2000多万元 能有这么高的收益 离不开果园中一群 远道而来的客人 这群香猪就是尹元祥 请到果园的客人 他们的老家在山区 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条件下 经过多年的尽情交配 自繁自养 优胜列太后形成的地方猪种 它们四肢短小 躯体风满 性成属藻 属于微型猪种 在果园下面养香猪 尹元祥看重的是香猪的经济价值 香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猪种 它们个儿头小 体重轻 模样活不可爱 可以被当作宠物猪 孩子卖价可高了 当宠物猪能卖五六百块钱 香猪又叫做迷你猪 通人性有观赏性 也经常被训练 作为农家乐的休闲观光项目 另外小香猪作为肉食品 由于具有皮薄骨细 肉嫩多汁 还是做烤乳猪的上等原料 好 辣肉猪 烤好的乳猪啊 能够卖到一千二百多块钱 他们吃起来不加佐料也清香 没有任何乳腥味 所以人们就称它们为香猪 好吃吗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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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原响引进香猪是在2008年 那时候在河北地区养香猪的并不多 物以稀为贵 饮原想想 如果在当地养殖成功 率先抢占市场 不就能多赚钱吗 在引进养殖时 他们也对香猪进行了充分的了解 香猪状 yrukHijun bamos 转身擁吃 香猪因为是咱们本处的品种 它一般对咱们的环境适应力比较强 香猪原产在广西贵州的山区 是猪的家族在长期进化过程中 形成的特殊猪种 它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偏远山区 适应能力和抗病能力都很强 充分地了解了香猪的习性之后 隐元祥把香猪引进来 准备开展临下养殖的时候 很多当地人觉得不行 因为当地人曾经试过在果园中放羊 结果是没进行下去 因为羊破坏树破坏得很厉害 不管是山羊绵羊 站起来都能够着一米二三的高度 它们可以把这个高度以下的叶子花芽 统统吃光 甚至的光杆之条 隐元祥种的果树 主要是桃 苹果等树 比较低矮更容易被破坏 它之所以敢把香猪赶进果园 是因为它知道香猪和羊不一样 香猪个头矮小 这些树它们站起来基本上够不着 另外这帮小香猪爱吃草 不爱吃枝叶 这已经长成的果树 基本上没啥破坏性 隐元祥信心满满 觉得自己只要依着香猪的习性来养 就能行 为了养出高品质的猪来 它依着野性来养香猪 首先给香猪住的这窝 是根据它们的爱好见的 在原始的状态下 一般就是在这个山洞里 决居生活 隐元祥在山上果园旁边 发现很多地方裸露的岩石 很结实 适合打洞 于是他因地制宜 挖了很多石头洞给香猪住 这样的山洞 既符合香猪的天性 还经久耐用 一算下来 还给隐元祥 省下了二十多万元的建卷成本 这洞是挺好的 不过隐元祥发现 山这么大 香猪到处跑 他们并不知道 这是专门为他们建的窝 有些不会进去住 这洞不就白打了吗 这怎么办呢 得让香猪知道 这就是他们要住的窝 尹元祥想到了用美食诱惑 方法很简单 就是把捕寺地点放在洞口的附近 在洞里洞外都放些料 吃料的时候 香猪发现这个洞后 会本能地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窝 就会进去住了 香猪是小个头猪 所需要的窝并不大 这个窝 尹元祥是根据香猪的大小 量身来定做的 香猪的高度是0.6米左右 洞口是1米宽 1.3米高 香猪能够自由地进出洞口 洞里最高处有2米高 深度有6米多 洞口小 里面空间大 很能够防寒保暖 避免雨水进去 空气对流也好 香猪在洞里面住得很舒服 为了让香猪更野 果园就派上用场了 尹元祥在梅武果园中 养了20多头香猪 本想着这香猪好养 可是没想到 这香猪一进园里 就给尹元祥泼了盆冷水 带来一个意料不到的麻烦 尹元祥他们 为了给果树浇水 地上铺了滴罐 这滴罐会有一小段 是裸露在外面的 铺呢 它有一个好奇心 它看见的东西 它就来回给咬 香猪从没见过滴罐 它以为是好吃的 好奇去啃去咬 这一啃 把滴罐给破坏了 水全都流了出来 果园成了一个烂泥坑 猪在里面洗泥澡 自然是高兴 可这果树却遭了殃 长期泡在水中 果树会烂根 这头都让猪给咬的 我把头都咬坏了 怎样才能不让这些香猪 破坏滴罐呢 尹元祥想了一个妙招 你看 他们往园子里 放了一个个带铁管子的水泥坨 这些水泥坨 就是它的秘密武器 那他们到底是怎么防止 香猪咬地罐的呢 这个是这个地罐的保护套 怎么保护呢 掏进去 这样 怕不容易腰会 来来来 我也学一下 你这样 掏进去 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水泥坨呢 这是骑上固定这个铁管作用 你要是单纯的插一个管 这个猪是它容易拱 那个管又得拱斜了拱开了 为了不让香猪 砍咬地罐头 尹元祥根据地罐的尺寸 特制了这个空心的铁管子 正好把地罐包在里面 保护地罐 另外铁管的下面 还有一个水泥坨 这个重量香猪拱不动 有了这种带水泥坨的铁管子 滴罐管能够很好地被固定 不会被猪拱走 也不会被香猪养着了 就不用担心 滴罐浇不了水 解决了猪破坏滴罐的麻烦事 尹元祥可以放心地 让香猪待在果园里 香猪进了果园 就像是如鱼得水 生活得非常舒适 香猪主要以食草为主 果园里草特别多 能够充分满足 猪爱吃草的天性 另外果园里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果子 落果蚕刺果都成了香猪的美食 咯咯咯咯咯咯咯 香猪爱吃水果 水果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微量元素以及食物纤维等 而且还能够帮助消化 香猪吃了保证猪的营养均衡 它们的健康生长和肉质 是有好处的 果树都需要修剪 我们把这个修剪下来的树叶 来喂香猪 快点 来 吃咯 在园子里 到处都是香猪喜欢吃的清料 这样下来 香猪只要喂40%的饲料就可以了 年初蓝量6000只猪 能够节省100多万的饲料成本 香猪晚上住的是山洞 白天待在杂果园里 吃白草 尝白果 满山遍野地跑 山上还有可口的泉水喝 夏天热了还可以游泳降温 没事儿时 它们之间打打架玩耍一下 锻炼锻炼下筋骨 让身体更加强壮 在这样好的环境里 育肥的香猪养上一年就可以上市了 养出的香猪肉品质好 肥而不腻 肉质紧实 卖劲自然会高 虽然香猪的价格高 但是尹元祥一点都不愁销 这上门来要货的是乐意不绝 早早地就被批发商预定走了 好美好美 工不用求准 在杂果园里放香猪不但猪养得好 对种果树也好 香猪在果园里可以当上免费的帮工 它们既能除草 还能够帮助引元祥除掉 缠在果树上的千牛花 山上长了好多千牛花 这个千牛花多了以后 就容易把这个树给缠死 千牛花的兔丝虽然又细又小 但对果树来说 却称得上是杀手 如果它们缠在果树的树枝枝干上 鸭丸树枝是很常见的事 甚至可以把果树缠死 全靠人工拔 还真不好拔 上面都有刺 千牛花上面有毛刺会扎手 纯靠人工用力去扯掉它们 对于引元祥他们来说 确实比较辛苦 如果雇人来弄 人工很贵也不划算 自从把香猪放进来以后 这一项工作 香猪就帮着干了 猪吃掉了果园中烦心的千牛花 既省了人力 还保护了果树 香猪是果园小帮手 不但能够除草 清除掉千牛花 还能够免费为果园施肥 猪放进来一天 这一天呢 你看把这个果园都会拱成这样的 果园里的地被香猪拱松了 果树的根系呼吸好 长势自然就好 但是这果子药熟了 果园还需要打药 这时引元祥他们又碰到另外一个难题 前呢我们这个树啊 一年要打六到七次药 打药啊 小碗猪要赶出去 没打一次药 得把香猪赶走 不能待在果园中 这样一年算下来 香猪有一百来天 不能在果园里待着 果园空闲着 眼看着草又长起来了 引元祥心里很着急 为了不给果园打药 他又为果园请来了另一位帮手 哈哈 habr后一通过 Somewhere chaos 这次几乎 还来 什么 或 日本 起 一亩放上三十多只鸡 这群鸡的飞行能力很强 除了能够吃掉地上的虫子 还能够飞起来吃掉树上的虫子 这样杂果园中大多数害虫都被鸡们吃掉了 果树就不用打药了 种出的果品质量更好 漂亮 果园不用打药 乡猪们就能一直在园子里待下去 猪和鸡搭伴哑 还给尹元祥带来一个惊喜 能够再省一笔钱 猪有个特点 它是拱着吃 来 来 相助每天要在山下补料 它们吃食的特点是拱 经常把料拱出来掉在地上 采脏了以后 它们就不吃了 白白浪费饲料 而鸡是着食 它们跑过来 可以把剩料都吃掉 大大减少了浪费 这鸡我基本上不喂 果园里养上鸡 这是天然的食物 尹元祥一分四零 这样的果园中养出的鸡 是既绿色又生态 品质顶呱呱 瞧我们的鸡这举毛 多限量 眼睛 头深 在果园里养猪养鸡赚钱的同时 尹元祥也很注意保护生态环境 它还采取了轮目的方式 猪和鸡在每个区域养上三个月 就换个地儿 这样既保护了山上的植被 山地资源还能够持续利用 叫这个大元祥 就是把那个尿液和分辨 收集到一起 然后叫它做一个发酵处理 既保护了生态环境 还赚了钱 果子 鸡和香猪合在一起 尹元祥的六百亩果园 年产值达到了两千多万元 都是西方的一千多万元 那样子是这个企业赠手 是农夫之父 饮原祥的果园中 不用打药除草施肥 果树都长得不错 同时呢 香猪和土鸡吃的东西 又多样化了 是既省了钱 又保证了农产品的品质 这种生态重量模式 让原本的黄山 真正变成了一座金山银山 好了 如果您想了解 今天节目的更多信息 请您留意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 感谢您关注 由政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憨态可居的蒙宠 一时间成了头疼的难题 突然相当触目惊心 鹿川猪遭遇环保升级 有人却能化解危机 粪现在都变成了 我们这个宝贝了 猪粪变黄金 这里面究竟有怎样的玄机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